都说考驾照免不了被教练骂 相信拿到驾照的小伙伴们深有体会 考驾照本身就要反复学 反复计反复练 每天练习已经够辛苦了 还免不了各种被教练骂 练车场上的每天过得都胆战心惊的 有人说每次打电话约教练出来练车 都是轻声细语的 生怕哪句话惹教练生气 跟我人调侃 考个驾照出来不仅车技提高了 心里人都不太好 而且承受能力也变好了 说了这么多 那么究竟教练骂学员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据小编了解 早期的一部分教练大多都是部队转业出身 他们在部队经受了严苛的训练 当遇到零基础的学员时 自然是恨铁不成钢 当然有经验的教练也是每天反复带学员 你热教练也跟着热 你晒教练也跟着晒 并且每天重复的话要剪很多遍 这些大量的重复的教学 也使得许多教练脾气变得暴躁 因此在学员面前 教练有时候难以做到自制 会出现冲学员发脾气等现象 实际上经过考驾照的小伙伴 都免不了被教练骂 许多人因此而抱怨 但试想一下 如果教练在练车场上对你无限宽恕 那么你将来开车上路出了事情 那可就不是小事了 其实多数教练之所以会通过比较严厉的方式来训练学员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让学员更勤奋的练习 做到更加熟练 现在的严厉相对于以后在路上遇到问题来说 确实是算不了什么 因此我们应该试着学会理解教练的良苦用心 做到对自己的安全辅助 车友们说呢